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收听财经早报 我是童馨 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五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视频 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不让谎言穿帮 就需要控制言论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上万家的媒体 却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掌控 这也是为什么 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 去修建防火墙 以及在中国境内 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 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的电台 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 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 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什么渠道能做到这点呢 答案之一是短播广播 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 通过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 由120个短播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 结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廉的成本 成功的在所有的短播频率 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的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 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 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山间 在草原 在荒漠 在丛林里 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播广播网 就是为了给中国送入持续的 不间断的 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 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 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 短播广播网 您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 聚沙成塔 种植成城 撕开空中的铁幕 启发中国的明智 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 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美国股指期货在周五盘前轻微上扬 投资者等待11月非农就业报告 周五 国际油价从近6个月低位回升 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上升了1.66% 报每桶70.49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升了1.7% 报每桶75.31美元 美元指数从周四的暴跌中反弹 在人民币对美元周五下跌 在人民币报一美元对人民币7.1607元 较周四的官方收盘价下跌了94个跌 跌幅达到0.13% 离岸人民币报一美元对人民币7.1697元 下跌了0.08% 日本股市周五下跌 日经225指数下跌了1.7% 日本国债连续第二天遭到抛售 原因是市场对结束负利率的预期提振了日元 日元一度升破143 印度股市在本周创下历史新高 市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 与香港股市激烈争夺全球股市第四排名 印度基准股指孟买敏感30指数 在过去一个月里上涨了超过7% 今年以来累计上涨了14.3%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 印度国内14亿民众中日益壮大的投资阶层 和外国买家的大量永度提振了印度股市 外国买家在今年已增加了151万人 高于市场预期的18.3万人 也大幅高于10月的15万人 美国11月失业率从10月的3.9% 也下降到了3.7% 美国11月平均时新 环比上涨0.4% 高于市场预期的0.3% 数据公布之后 美股三大指数期货跌幅扩大 美元指数短线走高 美国十年期 30年期国债收益率迅速上行 分别报4.255%和4.346% 互换合约显示 市场下调了对美联储 2024年的降息预期 在看个股和企业消息之前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知名分析师 天风国际分析师 郭明奇表示 苹果iPhone16将成为首款 人工智能AI手机 根据个人最新调查显示 所有iPhone16机型的麦克风 都将得到明显的升级 除了更好的防水功能之外 更好的降噪将是关键的规格升级 麦当劳将开设连锁子品牌 Cosmax 首家分店将在12月 在芝加哥开幕 子品牌将主打咖啡 调味冰茶等冷饮 还会贩卖一些三明治饼干 这代表 麦当劳将和星巴克 Donkey等连锁店成为竞争对手 抢夺午后提神饮料的市盏率 火头半导体公司的收入 和利润超出华尔街预期 并表示预计整个财政年度 将有更多增长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 正在上升 但博通股价在盘前下跌 史上运动用品零售商 Lululemon的收入前景 低于分析师的预测 这只休闲运动股 在盘前下跌超过3% 前身为Restoration Hardware的 高端家具公司 意外出现季度亏损 公司股价在周四盘后暴跌 据路透社报道 DHL国际快递 在美国主要空运枢纽的 1100多名工会员工 周四发起罢工 欧美地区目前正逢 年底的购物旺季 随着DHL员工启动罢工 大量的包裹 恐面临物流延迟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7号报道 世界知名资讯安全公司 趋势科技 位于中国南京的公司研发中心 一个月前开始陆续裁员 裁员人数大约70人 占全体员工总数的14% 业内人士表示 趋势科技公司撤离研发部门 与中共推出的反间谍法有关 接下来将由雨鸣 给大家带来各地财经简讯 大家好 我是雨鸣 我们先来看市场的消息 在2022年年底或2023年年初 不少中国经济学家纷纷预测 美国经济将在2023年进入衰退 中国股市和房市将会好转 尤其是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 对2023年的十大预测几乎全错 引发网友嘲笑 在中金公司2023年初发布的 十大展望预测的第一条是 美国衰退压力加大 中国有望在2023年实现全球率先复苏 明媒米扎海外网友撰文指出 这十大预测中 这第一条错得离谱 美国经济不仅没有衰退 而且还强劲成长 今年前三季 中国实际GDP按年增长了4.9% 美国则是7.9% 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GDP增速低于美国 使得中国GDP与美国GDP的差距 从2021年的24.7% 扩大到了35.8% 十大预测中 还有两条关于中国股市也错得离谱 预测说 A股和港股 2023年有望实现明显正收益 并且资金面整体好转 海外资金逐步回流 事实是 上证综合指数已跌破3000点 今年截至12月7号 跌幅达4.3% 香港恒生指数今年迄今下跌 逾17% 有投资人说 十大预测成了十大笑话 美国复达投资公司 12月7号公布的最新一期 年度财务决议研究指出 大多数美国人对未来一年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 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 相信在2024年经济状况会更好 根据调查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比去年同期更差 其中大多数人将原因归咎于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增加 而在过去一年经历财务困难的人中 有45%的受访者被迫动用他们的应急基金 其中迁徙世代占主要比例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 自去年夏天 美国通胀率达到40年来的最高值9.1%以来 通胀已大幅减缓 截至10月为3.2%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几乎没有变化 为22万 这表明 尽管企业正减少招聘 但裁员规模仍处于极低水平 美国电力公司杜克能源6号表示 出于安全考虑 已切断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生产的大型电池 与北卡罗莱纳州海军陆战队基地越洁恩营的链接 根据4月份外媒报道 杜克能源在勒琼营的租赁设备中 使用了宁德时代电池 引发以参议员卢比奥为首的20多名联邦议员的批评 这些议员认为 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设备产生中毒依赖 而这些设备可能存在网络漏洞 并使能源网络面临风险 对此宁德时代在7号则反击 有关电池构成间谍威胁指控 皆是虚假且带有误导性 自家产品已通过美国当局的安全审查 更强调 欺向美国销售的储能产品 未配备可能使宁德时代 能够控制所受产品的通讯界面 华尔街日报7号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苹果将在2-3年内 每年在印度生产超过5000万只iPhone手机 甚至计划额外扩大生产数千万只 印度有望在2030年前 达到苹果手机全球占比的25% 此外 红海目前在印度南部 卡纳塔卡邦建造的第一阶段厂房 预计2024年4月就可以开始运作 此外 红海还将规划打造另一座 规模相当的iPhone生产工厂 据报道 苹果还将选择印度进行 低价iPhone的新产品导入流程 简称NPI 预计在2025年就能开卖 这也是苹果首次将NPI撤出中国 据消息人士指出 上述计划 后续会在鸿海青奈附近现有厂房 以及印度集团塔塔最近买下的工厂进行生产 香港媒体报道 维港投资创办人周凯旋 7号出席投资论坛后表示 长河系创办人李嘉诚 早于2021年初向他表示 目前经济正处于山雨欲来丰满楼 之后经济会遗落千丈 建议企业延长备用资金 结果八成旗下公司接受建议 延长周期资金24至36个月 因而度过风暴 他表示 李嘉诚的看法证明反向思维的重要 至于李嘉诚认为 何时才会留案花名又一村 周凯宣称暂时未有提及 好似仍在谨慎路线上 他指外国投资者对香港仍有所保留 现实要谨慎 更以潮州话说 要自己雇自己 世界黄金协议在2024年黄金展望报告中称 目前市场预计 美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料将带动全球经济前行 根据以往数据 软着陆情况一般不会利好黄金 金价要么持平 要么下跌 软着陆情况下 通胀率下降 但不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市场策略师 约翰里德说 对于黄金而言 最乐观的前景是美国经济出现温和衰退 投资者纷纷将黄金作为避风港 他强调 美联储降息的速度和时机还不确定 但只要降息 黄金就会受到提振 金价最近创下历史新高 交易员在美联储可能比预期更早降息的前景下 争相买入黄金 美元走软也提振了金价 周三 金价收于 每盎司2047.90美元 本季度上涨近10%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报节目内容 不是投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